之前 可能是小姐之前那晚 不是之前那晚 看完你就放下 你不会再有没有人拿回来看 就是万中无一 你会喜欢看的 书记书有没有人喜欢看 告诉你这件事 但如果有些故事书 有些好的故事书 你会看完就看 特别一本一直下去 很多集还未完的故事 一直追下去 想追下去 我们发现 原来圣经是神的一个故事 你的故事里面 包括你和我 在里面 你有份的 这个故事的发展还未完 你的生命一直沿逃 就在这个故事里面 成为一部分 这个故事是神对整个世界 对社区 对你的一个计划 好像今早上的首歌 很对 同一个计划 是只有一个计划 我们都在这个计划里面 神的计划 就是要建立祂的国 让祂自己得着荣耀 这个国度 借着耶稣基督的出生 和复活 已经进入人类的历史的空间 现今 圣灵在信靠耶稣的人身上 是运行作供 令到这个神的国度 继续的扩张 在末后的日子 神又再要做新天新地 废去一切的苦难 邪恶 不易 和死亡 那时候神的光 就完全地 确立起来 作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成为这个故事 神的故事 神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在参与这个神的国度的建立 和抗争的 扩张的一个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被照在里面有份 这些才是精彩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会觉得 原来这个圣经 不是讲一些旧事的东西 不是讲一些原则的东西 是讲你和我的生活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 为到这个已经显然 在世上 亦都快要成就的国 来审核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是一个丑角 还是笑角 还是一个好人 一个值得人欣赏的一个角色呢? 福音就是让神的国在现今的世代里面 不断抗争的途径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都应该是和福音是有关的 而大部分的人来说 我们每一天在做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做每一件事 我们整个人生 都应该和福音有关 但我们每一天最多的时间 是在做什么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这里 我们说我们每一天最多的时间 就是在我们的什么? 日常的工作上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是上班 要是在家里打理家务 要是做义工 很多所所碎碎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环节 都要和福音有关的话 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取向 是要和福音有直接的关系 无论你是为公司 还是为自己的家里打工 无论你是上班的一族 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主婦 你有收人工 或者你只不过是一个义工 你是自己做老板 就是替老板做事 你觉得你的工作 你做得满意 不满意也好 正经说 你也有责任 将这个福音 融入你的工作当中 一般的基督徒 认为工作和信仰是无关的 甚至有些人认为 应该分开 他们的身份是工程师 是教师 是巴士司机 是厨师 是会计 不过这么巧 他们是信教的 所以工作是工作 不过公寓的时候 如果是好基督徒 有机会 就会和同事传福音 这个好吗? 好的 但是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还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们应该 看自己是一个 基督徒的工程师 是一个基督徒的教师 是一个基督徒的司机 基督徒的厨师 基督徒的会计师 因为基督徒是我们 最真正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儿女 只不过 那么巧我是做工程师 那么巧我是驾巴士 我们不但应该将职场 看成福音的和场 那么简单 我们同时是要用福音来主导 我们如何工作 让福音进入这个工厂里面 这是厚恩责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首先我们要让福音改变我们工作的动力 影响我们对工作的动力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一份工呢 很多人选择一份工 主要因为那份工 可以带给自己一些效益 可能是经济效益 赚到钱 赚到仰价 可能是身份的象征 我是物思物思 或者是这个工作 带来一些成就感 或者有人认许它 你能够做到这件事出来 很有成功感 很多人选择一个职业 一个工作 就是以这些做标准 但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 就说 《哥罗西书》第三章 它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将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我们对工作 有一个更高的动力 更大的motivation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们打工 或者是做一些 没有任何琐碎的事情都好 当你做任何的事 保罗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否令自己满意 不是 最重要的是令神满意 令神开心 如果你做工的 神就是你的老闆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神是你最大的客户 如果你是做表演的 神就是你最重要的观众 是你的主管 你是要向神交代 所以你要全力以赴 因为你不是为钱去打工 你是为神去打工 今天 完了崇拜之后 你有些什么要用呢 要买菜 要设计一些 下个星期 团契的周会 预备 拆经 什么都好 我们都要将那份工作 无论多大 多小 尽力做好 围奏那件工作 我们要搞尽我们的脑污 一心意将这件事做到最好 以至我们能够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去尽量的发挥 因为神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无论那件事大 我都要忠心尽力想到最好 做到最好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工作的动力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工作的动力 但是真正的福音改变了我们 因为我们觉得人生不是这样的 工作本身是神所交付的 不是我们可以做 不需要做就脱身 更加因为神给我们做的 这个工作非常之有意思 有意义 但是当然 以下 特别在华人的圈子里面 更见得多的不是不想做 而是 见到很多人是什么 一日做 夜做 觉得不做 不行 有些是工作狂 有些是工作老 觉得 好像这是一个重担 不能脱得 对 在这种工作压力下的人 神给我们一个答案 正经说 神设立安息日 让人有一个忧似生息的空间 但是我们珍不珍惜 我们喜欢吗 我们做一个调查 在十届里面 如果我叫你背十届 随便在街上 在团契市 叫人到香港背十届 很多人会说 不可敬拜别 偶像 不可法人 放火 不可作假见证 最少人提到的是什么 最不记得的 原来这个也是十届之一 当守安息日 我们不记得了 很多人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放火 但是你有没有安息日 有没有好好地 在神面前安静 得着安息 我们不是的 我们觉得很开心 我们犯十届 犯得开心 不是杀人 犯得很开心 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这个聚会 我几多晚没有睡觉 我都不知道多久 多久 不够睡了 我说得很开心 很大声 告诉你 我犯着安息日 多开心 你应该还欣赏我 但我们想想 如果安息日 是神所设立的 说明 就是这个是什么 我们必须的 是人曾在设计里面 我们必须的 是对我们有益的 而我们所信的福音 就是让我们可以 真正享受安息 原因是 福音改变了我们 工作的动力 为何我们要做事 为何我们要做工 福音让我明白 我是基督里面的身份 基督爱我 他接纳我 为我牺牲 不是因为我有钱 不是因为我的工作 有表现 他接纳我这个人 不是我能够为他做什么 所以 从今以后 我不需要再着这个工作 来证明自己 我可以为这件工作 去工作 真正的去享受工作 既然这份工 和我的身份无关 和我面前的地位无关 我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就可以休息 需要走开一下 我就可以走开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走不开 因为觉得 没有了 我不做 这件事 会想 因为我不做 老板 不会放过我 但我记得 最大的老板 是谁 最大的老板 是谁 神 是什么 神是 神是最好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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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他的设定 神是最好的老板 祝你过路 神是 scriver 神 ad thieves 神接受 神接受 他既然叫我们 他既然设计了 这个安息日 就一定会给我们的空间 你放心去 你有信心的去领受 安息日 安息年 欺年 如果你看到旧日 全部都是信心的功课 你相信一个神 你才可以这样做 你相信一个神 你就去安息 他一批你这个价 令你得到需要的安息 神绝对不会命令我们做的事 又诸般难做 不让我们去做 不make sense 难做的 难做我们守安息日 不是神 马上福音说 烦恼苦担重淡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门得安息 你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你这么安然地去做 因为你不再是纯粹 为了土人的喜悦而工作 无论这个人是你的老板 或者甚至你自己也好 这个不是我们最终 要讨好的目的 我们是为神工作 神是爱惜我们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路工作 一路安息 一路很放心 福音将我们的工作的动力改变 其次我们要让福音改变 我们工作的操守 圣经有不少在工作上的一些教导 我们都明白 认识 我们做事应该有诚实 有诚信 有信用 应该是尽力 不可以做 对同圣经不符合的事情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有他们独特的一些处境 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诱惑 道德上的抉择 属灵上的挑战 例如今天 如果你在加拿大 作为基督徒医护人员 在堕胎合法 大麻合法的情况下 你如何做事呢 你如何去操作 如何做一些决定呢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再想想 今天如果你在香港 你是基督徒的警察 你每一天在街上 要做多少个决定呢 那种复杂的程度 是不是我们外面的人 三言两意 可以下定论去判断 所以同一个 当然不单止这个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业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困难 一个挑战 所以作为基督徒 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在工作上面 不单止要追求 在那个工作上面的进步 更加应该多些时间 跟同行的基督徒 在一起 一起的讨告 一起的沟通 一起查经 去寻求神的心意 在这个本位上 如何能够尽忠职守 同时保持基督徒的见证 列王记下第五章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乃曼的地位 当时可以说是 国家的丞相 我们今天说是 Prime Minister 但是他的大麻风 患了大麻风 没有办法医治 当时是绝症来的 但是他最后得到 一个医治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神医治他 但是起因是什么 因为一个女孩 一个什么 一个疲女 就是一个奴隶 这个奴隶是以色列的女 她被人推了去的 被人黑薄的 是不是 在主人家里面 哇 你黑薄成我这样 你今天扮麻风 报应 对不对 大概不是这样 他为了这个 他说 献上一个计 虽然被人可能 一下子就杀了 命都没了 说这些东西 无端端 还要我为了一个意识国 去求 那个国我刚刚打败的 是不是 通常 以前的人就说 我的国打灵 你的国 就是我的神 大过你的神 现在我要回来找你 还听话 他是扶长生命的危险 去说这段说话 就是因为他 他看到 他不是为了 他不是服侍压乃曼 他是服侍神 所以他有东西要说 最后这个 赖曼他的病 得到医治 他知道 因为这样的缘故 经过这么高的曲折 终于他明白 耶和华才是真神 不是第一天 这个婦女就和他 传福 不是 但是经过了这些事之后 他自己去到一个地方 他明白 他决意要去 敬拜这个神 但是问题出现了 乃曼的工作 是要陪一个 不信的人 的皇帝 是不是 出出入入 当中包括 要陪着他 守卫他 是不是 或者当他是 是身体保护也好 总之就是他在他身边 不要被人 禁止他的皇帝 上去 上廟拜神 全部他都要陪着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说 很多的 培教徒 是不是 在国外 或者说 在国外信了主 说回到自己的国家 也很危险 是不是 一分钟 家人不认你 还可能被人抓你坐 甚至生命危险都没有 你想想他 是不是 一个这么高位的人 竟然突然说 信第二个国家的神 不拜我们自己的偶种 是不是 他应该寻求政治庇护 是不是 移民 是不是 是不是 应该不回去 应该明智一点 回去很危险的 不要说 不要拿回自己的职位 命还留不留 但是他决定回去 他决定留任 但是他 怎么样 带了一批泥土 回国 代表 这是他信仰的依贵 每次他陪这个皇帝 上廟拜神的时候 他就要下跪的地方 先铺上一层的礼 用这个方法 在当时的社会 做一个宣告 我会继续服务我的国家 我会继续尽我的本分 但是这个不再是我敬拜的神明 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他的工作 但是他们不再决定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 真正的身份改变了 换言之 乃曼照常上班 但是他的工作的原则 改变了 福音 是要这样的 带领我们 在工作的生活上 作每一个的决定 第三方面 我们要让福音改变 我们对工作的观念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工作只不过是 用来糊口 是不是 不想做都不行了 要赚钱 养家 就要做 做工 是要赚钱 赚到钱 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 几十年 这么辛苦 可以捱 捱完了 退休了 就不去享受 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这么捱呢 就是希望最后的几年 好一点 可以享受 这样真的很辛苦 整世人只有几年 好一点 希望好一点 这么多年 都在这儿捱 没办法没办法 或者说 辛苦做了 没问题 什么工作都做 放了工作 自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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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钱就可以了 就可以玩了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在工作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生活 都是不开心的 都是没意义的 不会带来快乐的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呢 正经不是这样 正经告诉我们 任何正当的行业 都有它本身的价值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这个物质的世界 是谁做的 神所做的 是不是 神所做的当然是好的 神是会珍惜的 神是会爱护的 这个世界对它有多重要 重要到 我迟些会再讲清楚一点 不过今天讲得很清楚 重要到 成为它救赎大计的一部分 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整个的创造都要被救赎 它不单是救赎你和我的灵魂 它还要救赎这个整个的创造 将它还原 所以无论你是修潮整路 或者你是设计电脑的程式 任何一个行业 你的工作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因为你在处理的是神创造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能调以轻心 反而你觉得这个拓付非常珍贵 因为你在处理神的创造一部分 创世记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神做亚当夏娃之后 将它们放在哪里 放在伊甸园里 就是说他们叫他做什么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他就说简单一点 做园丁 他在伊甸园里做园丁 园丁的工作是什么 很多东西 很不得闲 喜欢种花的人就知道 要搞个花园仔 已经很不得闲 别说整个伊甸园 不可以游手好闲 不可以将其码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种花的话 有个花园 在家里 你不种花 只要家里有栋栋 你就知道了 不可以丢下它 这样就死定了 然后又生了什么 你不想种任何东西 你也不想有其他东西 那你也要做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花园 不可以闲置 有它自生自灭 做园丁的话 就要不时无刻地 在那里不太看 松讨 要种植 要灌溉 还有什么 设计 这些东西不是这样随便 棍种就算了 有它生猿 你做个花园 哪些花放在哪里 怎样看好看一点 要设计美化它 是不是 所以 什么叫所谓园艺 园艺就是将园中的原材料 raw material 重新的去安排 甚至改头换面 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这些园可能用来什么 种水果 做食物 这些园 种花 用来什么 被人装饰 这里开闭成为一个公园 被人做休恬 游乐欣赏的地方 就无一无理地躺在那里 肚子饿 摘些东西出来吃 不是 有工作 今天同样一样 神秘我们去到这个生活的里面 就是说我们在任何工作里面 我们都是在接触着 处理着 神秘我们的 医殿园 那些 raw material 那些原材料 任何工作都可以用这个角度去了解 农业 就是去开发土地 让它可以生产食物 音乐 就是将原材料 造成了什么 乐器 是吧 将木权屏幕器 可以发生 去做粤耳的音乐 什么叫作曲 作曲就是已经现有的 神已经给了我们的音响 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都在这里 但是我们要将这些声音 自大自然界里面的声音 重新的编排 成为一个什么 听我们好听 能够激励人 安慰人的一些歌曲 神给了我们的是 raw material 但是他给我们的责任 将它成为对我们的人 其他人有用的东西 这个是他给我们的托付 所以其实在英文里面 文化这个字是文化的 文化这个字是文化的 文化本身是哪里来的 就是用cultivation 那里来的 你要cultivate才有culture 文化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的一属 将它栽培 培植 耕耘 产生我们独特的文化 所以值得思想的就是 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 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 怎样去贡献自己 以使将对人类的社会 在各样的物质 人制 关系 宿力方面 可以更加富裕起来 这个是神摆在我们的一个责任 当我们讲紧猜传的时候 神是没有将我们每个人都猜到海外 但是他将我们猜去 每个人都猜到我们的工作的岗位 在我们家庭的岗位的上边 着实地去参与 他这个整个的创造里面的 重建的工作 所以值得我们一起的努力 而在那个里面 因为我们的中心 不单止令到其他人得着益处 亦都能够令神的名义 能够彰显 所以无论我们的职位是 受课员也好 是辅导员也好 是厨师也好 是供情师也好 我们都可以找到 这个工作对人类文明 对维护神的创造的一个贡献 我们的责任 是在神所派定我们的岗位上去尽忠 就算在一般人的眼中 不是最赚钱 最有前途的工作 我们都会将这个工作做得最好 这个就是将福音带入职场 将福音融入工作之中的意思 就一起提起来 大家提受祈祷 神下你是天地的主 全地都是属于你的 每一寸的土地 每一个的心灵 每一份的工作 每一个国落 都有你的主權 在你的主權範圍